肖战人敏主演的玉古瑶是低配版花千古 黄友,异想天开了 近期开播的玉古瑶被夸爆了 什么神仙颜值,节奏超快 把能夸的都夸了一个遍 但是,玉古瑶真有那么好看吗? 首先,让我们先来说一说玉古瑶的优势与可取之处 第一点,这部剧在角色选择上占尽优势 一位是新生代当红小花人敏 他在演技上是无可厚非的 曾在清平月里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而另一位便是被夸赞最好的哥哥的肖战 肖战从外形上来看是非常符合古装剧需求的 颇有陌上人如玉之感 第二点,剧情节奏比较快,画面感十足 这部剧虽然是架空类 但讲述的其实就是一场试图练,宿命宿愿 剧情紧凑有看点 光是前四集就已经交代了双方的身世 相识过程等主线内容 而且许多大环境场面都是实景搭建的 就充这一点,也值得一看 不过,有优点就势必有槽点 而这部剧上面所述的优点 很不巧,正好也是这部剧的槽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角色问题 人敏和肖战,无论是单独去看 还是放在一起去看,都没什么问题 可是到了这部剧中,人敏的装造如同丫鬟一般 后期把头发全竖上去后,丫鬟感是没有了 却也开始显老了 要知道人敏在里面扮演的可是十几岁的青春少女 这样的造型未免有些不适宜吧 其实,人敏长了一张电影脸,她的面容极具故事感 只可惜,一个齐刘海就把她的故事感给封印了 对比同为师徒恋的花千古 赵丽颖的装扮就显得清透可爱许多 在剧中的角色背景也能立得住 即便把赵丽颖和人敏放在一起对比 也能看出,赵丽颖明显更具小徒弟这个角色的形象 再来看看肖战 肖战在这部剧中的表现装造 抛开一切故事背景不谈 的确有个师尊的模样 你会发现,剧中的肖战看上去总有些显嫩 正好与人敏相反 这可就太有意思了 对比花千古中的白子画 肖战这个师尊演的可能就差点意思了 作为老干部霍建华 一出场就带着一脸金玉像 看上去像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饰演师尊这个角色刚刚好 而赵丽颖饰演的小徒弟花千古 和霍建华饰演的白子画站在一起 妥妥就是师父与徒弟的既视感 即便没看过这部剧的小伙伴们 也能瞬间脑补出师父再爱我一次的肉麻剧情 再来看看肖战和任敏 这二位站在一起不仅没有师徒感 就连CP感都少之又少 再来看看剧情方面 节奏快是一大优点 但是故事情节能否再精进一些呢 好多剧情内容给人的感觉像是强行说通 例如男主悲惨的身世 明明有条路可以走 却偏要强行卖惨 为后面剧情铺垫 这就有点画蛇添足了 还有女主在剧中的各种行为也令人迷惑不已 大呼不解 例如说好不跟别人讲遇到时影的事 转头就和丫鬟说了 明明找到了朋友的衣服 不好生保管 却穿到了自己身上 这也就算了 最后还被烧没了 跟没找到一样 如果说剧情节奏快是优势的话 那么水剧情 凑剧情就是劣势了 不少看过的网友们纷纷吐槽 这不就是低配版的花千古吗 其实不然 在剧情上来说 花千古的内容更符合人物设定 没有被强傲人设 刻意卖惨 都是一环扣一环 显得人物十分丰满 剧情也充盈 然而玉谷遥倒更像是拿人物来带剧情 颇有一个点射出四五条线的意思 虽然多元化 但强拼硬凑 实在没有看透 从这部剧目前的口碑来看 两极分化的严重 至于后面能否让口碑统一行径 恐怕就要看后续剧情能否有出彩之处了 不过 玉谷遥想要超过同类别的花千古 这可就很难了 格剧如隔山 只能助他成功吧 玉谷遥的热度扛把子 非肖战莫属 当他身穿白色古装 衣昧偏飞从天而降 在清冷的望向镜头 我就知道这部剧稳了 不得不说肖战的古装 在娱乐圈里难有敌手 但剧中他饰演空桑黄太子石影 身份高贵 命运凄苦 典型的美强惨人设 不光要颜值到位 而且需要演的让观众心疼 当时影得知母亲去世 顿时眼眶就红了 他甚至没有机会去见一面母亲的遗体 望着远方 只有无尽的痛苦涌上心头 屏幕前的我也不禁鼻子发酸 还有物伤崇明与女主朱颜后 石影颤抖着的双手 上面早已血迹斑斑 猛然回过神来 才意识到自己差点入魔 并酿成大错 眼神慌乱 自责 这破碎感太强了 只能说找肖战来演石影 导演选对人了 另一位让人眼前一亮的演员 那肯定是王楚然 剧中他饰演绿茶反派白雪露 身穿素衣出场 站在台上翩翩起舞 美得惊为天人 真正的美人 其实不需要过于复杂的妆容服饰 简单的造型 就有一种清水出芙蓉的美感 同时 在演技上也发挥了不错的水准 白雪露的坏 不是浮于表面的 在发现妹妹不顾一切 就下自己 表情有着一闪而过的纠结和愧疚 又很快被野心与欲望掩盖 太真实 太细腻了 看来王楚然终于要凭实力 大伙出圈了 还有终生代演技派寒动 他饰演的大司命 法力高深 城府莫测 平时不苟言笑 不诺自威的气场 让人毫不怀疑 这个角色的地位 也做的 无论 在照片里面 自威元 里面 entender 是我 最爱的 音乐 我 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